不满前女友坚持分手 结果男友把朋友给约出来了 而且进一步也透过朋友约出前女友 而且进一步打算压人上车 但是前女友也找了朋友来陪同 结果在人多手砸的过程当中 女子的朋友对空鸣枪 然后趁机把女子给带走了 事后警方逮捕到了开枪的男子 结果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名前女友也是通缉犯 两人双双被移送发败 那个女的被人家诱骗来巷口 约她来的人就请小弟去叫她进来 看见女子现身嫌犯立刻下楼站在路边 这时候一台车子正快速向他们靠近 那那个女的看到车子 她就驾到想要走 发现女子想逃 两名男子连忙拉住女子 一左一右驾着她强压女子上车 女子连忙大声呼救 希望躲在暗处伺机而动的前男友过来救人 果然前男友发现女子要被压走 立刻冲过来对空鸣枪 趁对方来不及反应 立刻带着前女友搭计程车逃离现场 跟这个林姓的男友 有感情的这个纠葛 那一直牵扯不清 因此在12号当天 双方约好要在三重来谈判 不愿意跟这个林姓男子还在一起 大概这个林姓男子恐怕也不愿意放手 原来派小弟掳人的林姓男子 是女子的前前男友 不甘心女子离开便找人约女子谈判 女子怀疑当中有诈 带着前男友赴约 就是林姓男子 她自己在车上驾车 在那边等候 那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就是姓郑跟这个姓慈的 去把这个如姓的那个女子 要跟她压上车 枪线哪里来的 是为了保护那个如姓女子吗 对没有错 虽然挺身保护前女友 但男子持枪就是犯法 如今不止自己被抓 连同前女友也因为通缉犯的身份 双双移送法办 写秋中月新北市报道